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的深刻美国节目 今天我们要讨论的是前总统唐纳德 特朗普在新闻发布会上的惊人言论和随之而来的争议 特朗普在回忆一段 近乎死亡的经历时 似乎将前旧金山市长威利·布朗与前加州州长杰瑞·布朗混淆了 他声称曾与威利·布朗一起乘坐直升机并进行了紧急降落 然而威利·布朗强烈否认这一说法 表示从未与特朗普一起乘坐过直升机 事实上 特朗普确实曾与杰瑞·布朗和加文·纽瑟姆乘坐过直升机 但并没有进行紧急降落 这场新闻发布会引发了广泛的讨论和质疑 许多人对特朗普的记忆和说法表示怀疑 也让卡玛拉·哈里斯的过去和职业生涯再次成为焦点 究竟真相如何 这次事件无疑为美国政坛增添了戏剧性和争议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在佛罗里达州的海湖庄园 一个阳光明媚的午后 前总统唐纳德·特朗普 在一场新闻发布会上再次成为了媒体关注的焦点 然而 这次的焦点并非关于他的政策或未来计划 而是因为他的一段近乎离奇的叙述 让听众们感到困惑和好奇 特朗普在谈及副总统卡玛拉·哈里斯的时候 似乎将两位著名的加州政治人物给弄魂了 他声称 曾经与前就金山市长威利·布朗一起乘坐直升机 并且经历了一次坠落的惊险旅程 他描述道 事实上 我曾经和他一起乘坐直升机 我们以为这可能是终点 我们一起乘坐直升机去某个地方 然后进行了紧急降落 这不是一次愉快的降落 威利有点担心 所以我认识他 我对他很了解 这番话迅速引起了媒体的关注和质疑 就在新闻发布会结束后不久 就金山纪事报联系到了威利·布朗 这位前市长却一口否认了特朗普的说法 布朗说 如果我曾经和特朗普一起乘坐直升机 你们会知道的 我从来没有和特朗普一起乘坐过直升机 事情似乎变得更加扑朔迷离 因为一些记者回忆起2018年 特朗普确实曾经与前加州州长杰瑞·布朗 以及他的继任者 当时的当选州长加文·纽瑟姆一起乘坐过直升机 那一天 他们参观了被野火摧毁的加州天堂镇 尽管这次直升机之旅并没有任何紧急情况发生 但特朗普的记忆似乎将这两位布朗弄混了 纽瑟姆的发言人向NBC新闻证实 他们当天确实在一起乘坐直升机 但并没有进行紧急降落 他们也没有处于危险之中 这一信息首先由纽约时报报道 纽瑟姆也在评论中否认了特朗普的说法 在这场新闻发布会上 特朗普还提到威利·布朗曾经告诉他 关于哈里斯的可怕事情 并且布朗当时并不是他的粉丝 然而布朗在接受旧金山记事报采访时 再次否认了这些说法 他断然表示 不 完全不准确 这场混淆和争议迅速在媒体间引发了热烈讨论 NBC新闻试图联系威利·布朗 以求证更多细节 但未能得到回应 同时 特朗普的竞选团队发言人 史蒂文·张也没有直接回答 特朗普是否混淆了两位加州民主党人的问题 只是含糊其词地对媒体说 狡猾的威利讲了一些关于卡玛拉·哈里斯的有趣故事 这场新闻发布会 不仅让人们对特朗普的记忆和说法表示怀疑 同时也再次将焦点转向卡玛拉·哈里斯的过去 和他的职业生涯 作为加州政治圈中的议员 哈里斯的崛起早已经引起了不少的关注和议论 而这次的事件 无疑再次将他推到了舆论的风口浪尖 特朗普的这段话 也引发了不少政治评论员的讨论 有些人认为 这显示了特朗普对政治历史和人物的混淆 从而质疑他的记忆力和准确性 也有人解读他的言论是有意未知 旨在引发争议 从而转移人们对其他问题的注意力 无论真相究竟如何 这次事件无疑为美国政坛增添了一些戏剧性和争议 特朗普总是以他的言行吸引媒体的目光 而这次混淆两位布朗的事件 则成为了他再次引起轰动的最新例子 这场混乱的新闻发布会后 人们开始更加关注卡玛拉·哈里斯的政治旅程 和他与加州政治人物的关系 作为一名黑人女性副总统 哈里斯的每一步都受到了密切的关注和放大解释 而特朗普的这番话 无疑再次将矛头指向了他的过去和所谓的可怕事情 这也让人们不禁思考 政治人物的言行和言论 无论是真实或是错误 都会在媒体和公众的心中留下深刻的印象 这次的事件提醒我们 无论是在白宫还是在州政府 政治人物的每一句话 都可能引发一连串的连锁反应 甚至改变人们对某些事件或人物的看法 在这场混乱和争议中 唯一能确定的是 特朗普再次成功地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 让我们见证了美国政坛的一幕荒诞剧 而这场剧中 卡马拉 哈里斯 威利 布朗和杰瑞 布朗 则成为了不经意见的配角 在这场混乱的叙述中 各自扮演了不同的角色 尽管这场新闻发布会已经结束 但其引发的质疑和讨论却远未平息 人们或许会继续追问 真相究竟是什么 而特朗普的记忆力和说法 也将成为未来政治评论和讨论的话题之一 在这场美国政坛的荒诞剧中 每一个角色都扮演着自己的角色 而我们则是这场剧的见证者和评论者 欢迎大家进入六度探索的辩论环节 我们从正反两个角度 对本节目进行辩论 请出我们的辩论高手 楚天书 谢琪琪 我是楚天书 我是谢琪琪 各位观众 我们来谈谈这次特朗普的新闻发布会 是否真的是一场混淆 首先 我们知道特朗普是一位极具戏剧性和话题性的政治人物 他的每次发言都引发广泛的关注 这次事件可能只是他的一次记忆错误 毕竟 谁没有过把人民记错的时候呢 他可能是真的和威利·布朗有过这样的经历 只是混淆了时间或者细节 毕竟 特朗普的生活如此多彩 记忆混淆也在所难免嘛 楚天书 你这样说未免太过宽容了吧 特朗普可是曾经的美国总统 他的发言被放大检视是理所当然的 他混淆威利·布朗和杰瑞·布朗 这可不是小事 这就像把中国的李鹏和李克强混淆一样 会引发极大的混乱 再说了 威利·布朗自己都否认了和特朗普有过直升机经历 这可不是简单的记忆错误能解释的 其其 你也太严苛了吧 特朗普的新闻发布会是为了回答关于卡玛拉·哈里斯的问题 而不是进行历史回顾 他的主要目的是传递信息 而不是记忆比赛 再说了 美国政坛上谁没说过错话 亚伯拉罕·林肯也曾经搞错过某些人的名字 但这并不影响他的伟大 特朗普或许只是想突出他对哈里斯的认识 结果一不小心把人民搞混了 楚天书 你这样的说法就像在给一个小学生找借口一样 特朗普可是总统 他的每一个字都被记录在案 这可不是小学生在课堂上说错话 这是国际舞台上的发言 再说了 威利·布朗已经出面否认 这分明是在公开场合说了谎话 特朗普的竞选团队也无法解释 只能说威利讲了有趣的故事 这种模糊不清的说法 无疑是对选民的不负责任 奇奇 你说的也有道理 但我们不能忽略特朗普经常以夸张和戏剧性的方式来引起媒体关注 这次所谓的混淆或许也是他的一种策略 来转移人们对其他更严肃问题的注意力 毕竟特朗普一直是媒体的宠儿 他的每一个举动都能引起巨大反响 或许他只是想要让这场新闻发布会变得更加有趣 从而达到其他政治目的 楚天书 你这样说简直是在为特朗普的混淆室听辩护 这可不是一个好笑的笑话 而是涉及到一位现任副总统的尊严和职业生涯 而且 这样的错误会让人对特朗普的记忆力和诚信产生怀疑 毕竟他是一个曾经掌握和按钮的人 我们需要的是一个言行一致 诚实可靠的领导者 而不是一个不断制造戏剧性场面的政治戏子 思想先驱爆 成为有洞察力的人 华尔街电视特别节目 纽约时间 每天早上八点 李奇博士主持 和平评点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六度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